你闻 这个迷人的味道 同样的味道 同样的香甜 同样的爱情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后话里三猫 看下来我是三猫 大家看到我盘子里的这一坨 榴莲 好久都流出来了 我已经问过医生 都说猫是可以吃榴莲的 但是不能吃太多 就是尝一点是可以的 所以今天呢 我就想给猫咪尝试一下 到底它们能不能接受呢 福福 福福也很好奇 福福是不是我们家最勇敢的男孩子 不是 我是我们家最熟的 我觉得它接受度还挺大的 我 甜嘴了 嗯 嗯 嘟嘟 嘟嘟 要吃 年轻人不常吃 哎呦 哎呦 不是你在那儿啊 妈妈找你 无处可疼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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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汗 真头 这玩意这么好吃 咱们喜欢的 嗯 快快 爱吧爱吧 好不好吃 好吃吧 哎呀好吃 我心里开过来 你没有斩老头子 谁又去拉屎了 福福又臭到去拉屎 是不是 贡民了 哎呦 哎呦 嗯 嗯 好吃 嗯 好吃 哈哈哈哈 好了 白老师 你在这里啊 维章成 银银车 嗯 嗯 白老师还可以啊 没有奔跑 嗯 奔跑 奔跑 听朋友说 它加热了之后 会味道更香 所以 我就打算 微波炉加热一下 所以我都全部 你让我带上来 嗯 摇摇晃 网友 说一个人意识的问题 你们是不是要害我 小伙子 要开始加热了 有点害怕 你说榴莲加热会暴躁吗 榴莲是鸡蛋 小伙子们 好了 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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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ana 嗯 有味道吗 有点 香甜 哎呀 猪猪要来了 不要骗自己了 猪猪 试一下 có một электรั 疼了吗 不要走嘛 你可以把衣服脱 还没抹到鼻子上的就走了 走了 早晴的临时云不改 那我还是赞上牛蝶是什么 吃猫 吃猫 还是要吃 沾上的麻烦点 什么味道 还是要只有猪猪吃 猪是 所以还是不吃吗 太多了 一秒钟举起来 又是一个猫吃播 还是芙芙最厉害 猪是已经开始了 香 睡觉了 吃掉吧 肯定会吃掉的好不好 都是我的 把这个吃了 你说加热的吗 不我准备留一半给你吃 剩下的这个是我的 不不不不不 我拉肚子 你来尝一口 来来来来 来吧 你是不是龙鸣 哎呀 那么经过今天的实验呢 告诉我 我们家猫咪对这个榴莲 可能是真的不喜欢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点个关注哦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